2月13日,江苏省体育局证实 担任国拼教练员孙颖莎临时主管教练的陈己因为个人原因 已经主动辞去国家队教练一职 目前已经返回江苏省队 众所周知,黄海诚2021年10月份辞职离开国家队后 孙颖莎始终处于放养的状态 后来陈己担任孙颖莎的临时主管教练 由陈己担任孙颖莎主管教练这段时间 孙颖莎的进步有目共睹 成功拿到WTT世界杯单打冠军 另外,在陈己的帮助下 WTT世界拼联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 孙颖莎成功超越陈梦 成为国拼历史上最年轻的排名世界第一的女拼选手 陈己离开国家队后 孙颖莎主管教练再次成为国拼球迷关注的焦点 压力无形中转移到国拼主席刘国良的身上 要知道,因为孙颖莎主管教练的事情 刘国良主席的个人社交平台账号 已经被国拼球迷贡献了数次 值得一提的是 陈己宣布离开国家队后 此前传闻可能担任孙颖莎主管教练的好帅 在日本替联赛KM东京与岗山俱乐部的比赛中 遭遇惨败 国拼名将好帅 在与日拼男队一哥张本志和的比赛中遭遇惨败 第一局比赛 甚至被张本志和打成11比0比分 之后 虽然好帅及时做出调整 并且11比9比分成功扳回一局 但又被张本志和11-4 11比9比分拿下两局 最终 张本志和大比分3比1比分拿下比赛 为KM东京俱乐部夺得一分 看到国拼选手好帅 输给日本选手张本志和 有不少球迷纷纷表示 还好没让好帅担任孙颖莎的主管教练 要不然 孙颖莎肯定会被耽误 谁都想给孙颖莎当教练 闲得无聊 但话又说回来 好帅即便没有到日本打替联赛 也没能力担任孙颖莎的主管教练 况且国拼有能力的教练多的是 事实上 国拼选手好帅 在比赛中输给张本志和也是正常的 即便在好帅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 好帅也没有太多的冠军头衔 反观张本志和 不仅是世界拼弹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并且还在比赛中战胜过马龙 梁敬昆等国拼主力选手 另外 好帅输给张本志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的好帅已经39岁 体力反应能力等方面 肯定不能与张本志和相提并论 你认为孙颖莎的主管教练会是谁